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扭轉乾坤 我是竹烈柯德馨 徐肇星 行情的部分來講你怎麼看 中秋節過後來講 昨天禮拜二的時候大盤是 緩不得往上攻堅 原本預估中秋節就不會變盤了 結果沒有想到 大盤的部分怎麼樣 今天大盤的部分開低震盪走低 盤中來講大跌了125點 尾盤稍微做個回升 這個行情你怎麼看 這個行情怎麼看 如果說這個行情來講 直接肩往下灌是粗量的 那不用說了二話不說了 多彈一定要跑掉 股票一定要賣光光 甚至反手放空 當然不是啊 今天行情來往下回檔 修正的時候沒有成交量 那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啊 大盤的部分你會發現到 之前在中秋節前 很多做多的人跟你講什麼 因為中秋節前 節前效應嘛 沒有成交量 將來補量之後就會往上攻 結果咧 有沒有往上攻 沒有啊 很多人跟你講說 不量就往上攻沒有啊 中秋節過後來講的話 昨天有沒有量 昨天量呢 比之前前一個交易力要來的大 也沒有補量上攻啊 那做空的人一定跟你講說 已經接近前波的高點了 接近前波的高點了 今天來講果真開始回檔修正 多空都有人看 多空都有人講 那到底怎麼做嘛 尤其做多的人今天很多人跟你講 今天股票拉漲停板 這麼厲害喔 這麼會做 那做空的人一定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來講 就一定要大跌了 不排除跌破9000點 萬里長空 匪夷所思啊 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股票的部分它並不是是非題 不是極多就極空 行情的部分到底該如何規劃 你要知道啊 你要知道 在講今天大盤之前 沒有量嘛 大家都不想做啦 我說你的機會真的來了啦 我跟你講一個小觀念啦 你稍微聽一下 地保 房子啊 豪宅那個地保有沒有 現在成交價格要多少錢 兩三億嘛 雖然有稍微回檔修正了兩三億 你現在去買地保 比較容易賺錢 還是他之前在預售屋的時候 比較容易賺 再拉回來 股票市場的部分在加權指數持續往上攻 過到9500點9600點 你買股票比較容易賺錢 還是已經押回修正了 來到今天的9357 比較容易賺錢 答案不就呼之欲出了 啊徐老師那我知道了 那就是要買股票 是不是隨便買隨便賺 沒那麼容易啊 要買什麼股票 要抓什麼樣的族群 那個才是重點 那個才是重點 為什麼會有人跟你講說 個股表現 這個就是重點 還記得我昨天這麼跟你講的嗎 董事朋友 我跟你面對同一個行情 我會不會跟你講 一些五四三的 大盤今天往下跌 做多我看多 然後我的股票拉漲停 這種話你信喔 那我跟你面對同一個行情的過程 今天行情在往下跌 我怎麼看 那就是重點囉 那個就是重點囉 昨天來講啊徐老師 明確的跟你報告 你要去尋找未來有題材的 行情在望上攻 自己也有題材的股票 一定會望上攻嘛 這都不用想啊 這一定是這樣子啊 那如果行情往下跌的話怎麼辦 如果指數往下跌的話怎麼辦 你要去找籌碼安定的啊 所以9月9號的時候 需要在節目上明確跟你報告 要做什麼樣的股票 你要去尋找未來有題材 外加籌碼安定的個股嘛 怎麼這樣 你去尋找籌碼安定的個股 行情在往下回檔修正的時候 你不用怕啊 為什麼不用怕 有人在裡頭啊 不管是主力大會 公司派也好 籌碼是集中法人買都好 股票其實是往下跌 大盤其實是往下跌 他起碼還會做一個反彈波 做一個解套 所以昨天在節目的時候 行情是望上攻的喔 我說什麼 我說月餅不能亂吃對不對 股票更不能亂買嘛 果不其然今天盤中大跌125點 大跌125點 那今天行情跌下來該做什麼 測標部分都跟你寫出來啦 我也不要賣關子了 鴨回要買什麼好的個股 那就重點了 鴨回要買什麼好的個股 回過頭來看 今天大盤到底怎麼看 來我來看一下 今天9月10號禮拜三 昨天來講引領期盼的蘋果iPhone 包含Apple Watch 就是俗稱iWatch 就推出來了嘛 那到底是利多呢 還是利多出鏡 早在今天早上的凌晨1點鐘 插帆節目 連線live節目喔 就開始再推出來了 那當然你會發現到 你如果當時有看美國盤的話啦 蘋果的股價 在他一發表那一剎那 急衝 逼近歷史心刀 發表完之後啪開始往下跌 然後呢 納斯達克也往下跌 道琼也往下跌 為什麼 所知朋友 你會發現到 股票的部分 它一定是長在題材 它一定是長在預期心理嘛 為什麼蘋果的股價 可以創個歷史的新高 逼近歷史的新高 因為它有題材 要預期心理啊 因為它要推iPhone啊 要推什麼什麼股票 什麼什麼iWatch啦 所以股價往上攻 結果真的推了之後呢 它開始股價往下跌了 你如果在股票市場夠久的啦 蘋果電腦來講 它的玩法都是一樣 每一波每一波的玩法都一樣 他會先跟你講什麼 每一次都這樣子啊 會先幹嘛 台灣的藝人 林志穎會先拿出一個摩尼機出來 他從哪裡搞到我也不曉得 都擄出一側啦 然後莫名其妙的工程師 就會在 就會在酒吧裡頭喝醉 然後他的摩尼機就意外的曝光 每次都搞這個啊 那這一波來講 你會發現到 在賈博斯過世之後 那庫克啊 保密保密的不太好 一推出來 完蛋了啊 全部的東西都被人家預估光了 沒有什麼聊無心意 但你今天看這麼多節目的過程 你會發現到 很多的分析者 會跟你講iPhone他是了無心意 但是他還是按一個讚 還是嚴重的看好 怎麼回事 他們也 什麼所以來 你根本就講不清楚 為什麼會看好 你會發現到iPhone的部分來講 在硬體部分 規格並沒有很好 包含這個啊 NFC啊 人家早就在做啦 原本預估藍寶石機板也沒有推啊 原本預估的無線充電也沒有推 但是為什麼 每一次的iPhone推出來的時候 都會有那麼多人在使用 這不會有人跟你講的啦 只會跟你講今天股票跌停板 大盤往下跌 股票拉漲停板 到底有沒有賣也不曉得 那叫什麼分析 為什麼iPhone 它每一次規格都不如預期的情況下 每一次都還可以賣得很好 我可以直接跟你預告啦 未來來講的話 因為iPhone已經推出來了嘛 一定好壞各有參半啊 一定會有人跟你講說很好 很多人跟你講很壞 未來來講的股價震盪整理的時候 震盪整理以後 他的消息一定是說 iPhone來講賣多好賣多好 一定是這樣子講的 他一定是這樣講的 那為什麼iPhone來講 規格不如預期 還這麼多人想要用iPhone 因為iPhone早就已經被綁架了 綁架消費者啦 你原本用Android系統的人 你原本用iPhone系統的人 不可能跑回來做Android系統 手機界面都不一樣啊 所以這就是重點 iPhone來講未來還是會賣得很好 但是股價壓回修正 你要先給它壓回 壓回修正能量買發 所以這些個股來講 不再贅述了好不好 我一定要跟你講比較多 比如說偽權店 立望的部分 股價早就往上攻了嘛 其實股價來講 老早就已經反應它會推NFC了 一定是這樣 股價一定長到前面啦 股價一定長到前面啦 你看股價 當偽權店開始往上攻 的同時你就知道NFC要推了啦 你根本就不用等它機子出來 當立望開始往上攻的時候 你就知道NFC要往上推了啦 當趙遠在往下跌的時候 你就知道沒有藍寶石機板了啦 當月風開始往下跌 你就知道沒有藍寶石機板了啦 你看零通 沒有無線充電了 或打到跌停板 所以股票的部分來講 你要知道它的來龍去脈 你自然而然 你會知道到底該怎麼做動作 那股票市場來講 又不只是蘋果概念股而已啊 行情間壓回修正 到底未來我要帶你買什麼股票 那是重點 蘋果不會做 蘋果壓回修正 不能買 那要買什麼 誰規定你只能買蘋果啊 誰規定你只能買鏈子啊 大家的焦點都在蘋果的同時 我跟你講 未來的焦點會在這個地方 未來的焦點會在這個地方 你可不可以先來賺 你可不可以先來賺 再拉回來看指數的部分 今天行情在往下跌 你不要去聽那些匪夷所思的鬼故事 你不要去聽人家講人云亦云的話 有些都是死多 小福壓回要買 急殺又要買 小漲他也要買 大漲他更要買 那死多頭 空頭來講我每天跟你講空 行情間在壓回修正 你就要去檢視 今天為什麼要壓回修正 到底他的賣方在哪個地方 更奇特的是 今天大盤沒有成交量 才775億而已喔 外資竟然大賣了100多億 那怎麼辦呢 700多億的成績 讓外資竟然大砍了100多億 你覺得行情要不要跌了 行情要不要跌了 要不要檢視一下 我直接跟你講標準答案就好了 上升軌道線並沒有跌破 每一次的壓回 你就是好機會 每一次的壓回 都是你最好最好的機會 那要買什麼股票 要買什麼股票 是不是又回來了 是不是又回來了 昨天跟你報告的 要買什麼 要有題材的外加籌碼安定的個股 舉例說明 舉例說明 買什麼 什麼叫籌碼安定的 什麼叫籌碼安定的 什麼叫買股票不要人云亦云 大盤今天盤中中錯125點 今天單井他老兄還可以拉尾盤 上漲10塊錢來到121 我當然知道今天很多人 會跟你追蹤單井 很多人會跟你講單井 為什麼 因為股價已經漲上來了 因為股價已經從40塊錢 漲到121塊錢了 我不要跟你講單井 而我要跟你複製單井成功的模式 單井為什麼要往上攻 是基本面好轉嗎 基本面確實是好轉 但是籌碼面卻是領先基本面之前 籌碼面卻是領先基本面 為什麼這樣跟你講 為什麼這樣跟你講 因為你自己看 單井的集保庫存分散表 在今年1月份的時候 持有1000張以上的人 代表是大戶馬 高達了17.54% 數字你不要緊 知道17.54%就好 集保庫存 持有1000張的人來到17.54% 來到了7月份 集保庫存 我都幫你追蹤好了 來到多少% 34.13% 也就是說持有1000張的人 1000張以上的人 在月初的時候 在年初的時候只有17% 來到了7月份的時候 來到7月份的時候 大增到34% 大增了一倍 難怪股價要先行反應 股價是不是又先行反應 到今天還要持續漲 那要不要追 要不要追 你是北斗七星啊 要追 當然不要追啦 那要買什麼股票 我待會再跟你講 籌碼面的集中 到底有什麼好處 為什麼做股票來講 不要人云亦云 再來看這檔個股 昨天也跟你分享過的 人手一支的國民股 它叫華雅科 大盤盤盤中大跌125點 為什麼華雅科會拉尾盤 為什麼華雅科會拉尾盤 你還記得昨天怎麼跟你講的嗎 當時來講 在7月22號的時候 出現什麼樣利多 出現利多 很多人講說高點準備要過了 出現利多很多人跑進去追 結果從60塊錢跌到這40幾塊錢 為什麼做股票不要人云亦云 股票部分的人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為什麼你老是沒有辦法賺得到錢 股價在往下跌的時候 你因為基本面好你捨不得賣 股價在旺商工資季 基本面那麼差怎麼可以買呢 你看單景之前基本面那麼差怎麼可以買呢 當然事後基本面跟上來了嘛 基亞的部分基本面那麼差怎麼可以買呢 星象的部分基本面那麼差怎麼可以買呢 所以你每一次都賺不到大錢 而你最喜歡看什麼東西做股票 最喜歡看消息面啊 7月22號的時候他跟你講什麼 第三季業績再創新高 華雅科法說會行情發燙 然後咧 追到相對高點 結果你沒有想到原來主力庫存表 是大減了3萬多張 追到相對高點 來到昨天45.35 今天盤錢更扯 9月10號7點47分 景氣傳利空華雅科 南亞科華雅科中挫 股價一旦跌下來利空是不是又出來了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大凡間往下跌 當你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華雅科又賣這個地方了 你每天看消息做股票 你被修理來修理去的 所以未來到底該佈局什麼樣股票 未來到底該佈局什麼樣股票 我今天幫你準備好了 生計的大菜 一樣是籌碼面非常的集中 一樣是籌碼面非常的集中 你仔細留意一下了 我要給你跳的股票 就是壓回修正的個股 現行圖來講 這個地方出現一個跳空缺口 衝高壓回跳空缺口都沒有破 再衝高再壓回又留下眼線 跳空缺口都沒有破 現在股價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離跳空缺口很近 是不是近可攻退可守 集保庫存1000張以上的人有6個人 持有5萬張高達了52.46% 我說單景不要追囉 這完全要複製單景成功的模式了啦 完全就是了啦 從40幾塊漲到80塊就要1倍 再從40塊漲到120塊就要幾倍 漲到80塊錢就要2倍 現在我要給你推出來這個股票 再相近的低點 而且持有1000張以上的人 集保庫存佔了多少% 多少% 52.46% 他跟基亞不一樣 基亞只有做新藥的 他有做新藥 而且準備來到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他還有做代工 他是做代工以及新藥做同步 為什麼 他要基本面要有基本面 要有題材有題材 具備穩健意標的特性 今天9月10號禮拜三 來電直接就帶你佈局 明天開始 你一定要重新出發 9月10號禮拜三 大阪間沒有成交量 大阪間回檔修正 我知道大家都害怕 我知道觀望的人還是持續觀望 機會就是來了 9月10號禮拜三 把電話給波東 打電話進來 直接帶您佈局 金融廣告再見 你我心中都有一條跑道 Check in 心中的航線 在夢想的跑道向前發行 逆風飛翔 發動引擎 讓台灣再次起飛 桃園 台灣的引擎 Take out 桃園航空城 我們堅持專業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投顧 投顧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投顧 02 2542 8999 2542 8999 我們堅持專業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累積經驗 凝聚實力 向下扎根 穩定成長 投顧界 永遠誠信的品牌 永成國際投顧 02 2542 8999 2542 8999 頭疼 請用五分珠 去聽 請用去聽五分珠 五分珠 趕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這家裡打鼓也是 男友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知道今天大凡沒有成交量 行情又往下跌 大家就這樣 異性藍珊的 想逗嗎 又不太敢買 那想買嗎 又不曉得該買什麼 跟你講一個小故事 有一個小貓咪啊 有一天她問貓咪媽媽 媽媽媽媽媽 幸福到底是在哪裡 那個時候媽媽就跟她講說 幸福就是在你的尾巴上 那當然小貓咪很可愛 她要追求幸福來講 她要怎麼辦 就是一直追她的尾巴 一直追她尾巴 那沒有想到尾巴來講 跟著她身體在動嘛 就一直在繞圈圈一直在繞圈圈 媽媽媽媽媽媽媽 為什麼我老是追不到幸福呢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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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股票市場無非就是這樣子啊 你今天你來講你不買股票 你怎麼去羨慕人家找到標股啊 你一定要有佈局的觀念 你一定要佈局 未來才有辦法去享受獲利的空間 而不是大盤往下跌 傻乎又在那邊等 你要等到什麼時候 指數的部分也許還有低點 但是有些個股來講 有些已經足底完成準備要往上攻了 已經準備要往上攻了 所以我老師跟你報告什麼 不要解盤 買對賣對才是贏家 贏家就是大家在賺錢的時候 你要想辦法大賺 大家在賠錢的時候你要進行小賠 為什麼到今天我要跟你講生計類股 為什麼來到今天我要跟你講生計類股 生計類股來講到底該如何做動作 你一定要有賣有買 一定要有賣有買 尤其是高檔震盪盤 衝高你要記得賣 押回去就要震盪買方 之前我怎麼講的 每年到9月份到11月 用很久都盈開來了 每年的9月份到11月份 就是一個傳統的醫學旺季 即使是如此 9到11月份是傳統的旺季 你也應該要高出低進 7月25號的時候 我直接跟你明確報告說什麼 下週生計會有大震盪 也就是在積牙解盲之前 我說你不要亂買個股 我當時 我只能跟你講這個 7月24號到27號 人家生計展都已經結束了 人家都已經準備要上場了 你來跑進去買單 你當時來講的話你就應該要賣 你學技術分析的人 你最慢那個地方要賣 來到8月8號 擊殺的過程 我跟你講阿呆才不搶 搶到8月13號 我說中期修正 反彈結束要出 長期還是看好 來到這一天 我說美國的NBI生計指數大漲 而台灣的生意指數卻大跌了31% 明顯的不對 為什麼不對 為什麼不對 人家漲這麼多 我們卻跌這麼多 人家漲這麼多 我們卻跌這麼多 為什麼會跌這麼多 因為積牙的效應 那當時來講 我跟你講說什麼 打完底之後 還會往上攻 搶一個反彈 搶了1分之1 你就會賺到翻掉 我當時跟你講什麼 生計的新指標 是在智勤的部分 智勤來講 當時來講 大概在這個地方 K錢圖都給你看了 結果呢 從180塊錢 漲到這一波的高點 256 再看一次喔 當時我說生計類的新指標 是智勤的部分 而不是基亞 我也帶回去去買 買也是往上拉 當然啦 過去的績效 並不代表未來的績效 我要跟你講 現在的 生計的新指標 又回到誰身上 現在的生計的指標 又回到誰身上 又回到基亞龍 為什麼這麼說 基亞龍的部分來講 你可以很明顯的發現到 前一波 跌停打開的量量的地方 8月12號 現在來講 股價大盤線往下跌喔 它今天的股價 是不是已經突破了之前 跌停板打開的量 代表這個地方來講 叫吃貨量 代表這個地方來講 叫吃貨量 好 重點來了 重點來了 現在而言 基亞來講的話 之前從105來到185塊錢 現在更是來到190幾塊錢了 大漲將近九成 未來如果這個185有效的站穩的話 可不可以追 你敢不敢買 如果185一旦站穩的話 他往200塊突破的話 到底要買誰 到底要買誰 股票的部分我都幫你準備好了 股票的部分來講 你一定要先準備好 我今天不會叫你去買基亞 我今天不會請你去追基亞 畢竟基亞的部分來講 透明度 PI88就沒有過啊 錢你買你也不見得敢買 你的本不能比嗎 我今天要給你這檔個股 他具有本益比 有賺錢的公司 公司來講 他除了做代工之外 還有做新藥 新藥的部分的PMR 有機會進入第三期的臨床試驗 進可供退可守的個股 持有1000張以上的人 又有6個人 持有5萬多張 高達了52.46% 9月10號 禮拜三今天 把電話給波通 直接帶您布局 明天開始 重新出發 把電話給波通 直接帶您布局 明天開始 重新出發 明天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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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是李嘉头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非常幸福的国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数的国家 有这种样子的全民保险 许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 像是有干净的水盒 有衣服可以穿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 这些都是遥不可及的 更有所医疗照顾 请珍惜台湾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我们坚持专专业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投顾界 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城国际投顾 零二二五四二八九九九九 零二二五四二八九九九 我们坚持专业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累积经验 凝聚实力 向下扎根 稳定成长 投顾界 永远诚信的品牌 永城国际投顾 零二二二五四二八九九九 二五四二八九九九 孩子的未来 是什么模样 如果没有既职教育 转动台湾经济的专业人才 又会在哪里 孩子们有着无限的可能 鼓励他们适性发展 快乐学习 选择既职教育 将兴趣变成专业 展现多元成就 未来在职场上 发光发亮 既职启动梦想 专业成就未来 当初来到台湾的时候 生活上有很多的不适应 也过得很辛苦 真的很感谢移民署 对于新住民的帮忙 让我们免费上课 学习更有用的机会